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现在要分享的是如何登录教育云的部分 首先你可以在Google直接搜寻教育云三个字 或者是连结到我们百灵高中首页教学资源下面的倒数第二个连结 点进去以后就会出现这个教育云的登录页面 那再按登录按钮 那请各位老师选择上面第一项 有这个小豆苗这个符号的部分 那接着再请老师使用下方这个红色按钮 使用县市账号登录的部分 请老师点选台北市 点选以后请老师输入 我们刚刚所设定的新版单一迁入的部分 账号密码 那假如这个看不太清楚可以换下一个 下一个验证 然后再按输入 然后再按输入 然后会出现这一个同意授权 好这个页面 那请老师点选同意 然后这个就是云端账号 那请老师可以做 使用 然后最后 按我知道了以后 再按同意授权 那接着老师就可以使用教育云的一些功能 然后也可以在这里按 一些编辑个人功能的按钮区 然后它有很多连结的部分 那老师可以去点选自己想要使用的网页 例如 放学王 那这里就有很多一些相关的影片 可以去做使用 那其他部分 它会直接 就让你登录 你只要登录了一个页名 这些页名其实都是连通的 所以它会直接跳出 你的登录 的名字 那 有关这些网页的使用 再请老师 详细的去做参阅 谢谢